你好,我是谭心套,欢迎收看KinneyTV快报 随着法国法官揭发该国军火公司涉嫌在20年前和五国国防部交易时共谋行贿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今天发文告建议公占会盘问阿旦都央命案的两名罪成死囚 并认为该特委会应该向国家元首求情,减轻这两人的刑罚以查明真相 而在20年前,正式防长的纳吉则在面书回应说 西蒙后来执政期间针对此案重新展开调查,却无法找到他涉案的证据 林吉祥今天发文告表示,公占会应该考虑盘问目前在五国等待处决的阿兹拉 以及已经逃亡到澳洲移民中心的西鲁 林吉祥说,除了驿马公司丑闻,五国必须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 平息另外一起重大的贪腐丑闻,也就是鱿鱼籍潜艇交易丑闻以及阿旦都亚谋杀案 他说,阿旦都亚命案的死囚阿兹拉在2019年曾经作出法定声明 指杀害阿旦都亚的命令来自纳吉以及他的亲信拉萨巴金达 逃亡到澳洲的另外一名死囚西鲁也声称 自己在2006年是按照马来西亚政府的指示杀害阿旦都亚 理由是他是俄罗斯间谍 对于林吉祥的文告,纳吉今天在社交媒体贴文回应说 林吉祥过去十年都指控他和阿旦都亚以及赵明福命案有关 可是当西蒙执政并针对这两起案件展开调查时 却无法找到任何他涉及其中的证据 纳吉声称与此同时却有众多证据显示 林冠宁涉及隧道贪腐案 纳吉质问为什么林吉祥对于自己儿子的官司案当中 一名重要证人在出庭前一个月离奇坠楼死亡的案件 却漠不关心 国内各政党到底将如何结盟来面对第十五届大选成为了焦点 吉兰丹诚信党属理主席 则伊布拉辛星星期四在面子书宣布 巫统化望深国会议员东姑拉沙里 将会在吉兰丹和西蒙合作 领导新联盟 希望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从伊斯兰党的手中夺下吉兰丹的政权 巫统化望深国会议员东姑拉沙里参与的新联盟 取名为吉兰丹人民独立以及诚信联盟安格丹阿玛纳 莫迪卡拉吉克兰丹 将会在5月7号举办第一场活动 当今大马稍早前曾经报道 东姑拉沙里近来和诚信党领袖 在哥达巴鲁初步会面讨论 准备在下届大选推翻一党州政府 据当今大马了解 这个新联盟包括了诚信党 行动党 斗士党 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 不过巫统格迪里国会议员阿努亚 星期四在哥达巴鲁授寻时则说 如果真有此事 这也是东姑拉沙里的个人行动 和巫统无关 他说巫统要和任何其他政党合作 都必须要经过党领导层 现年85岁的东姑拉沙里 从1974年开始 就连续当选 华旺生国会议员至今 他近年多次争取出任首相布国 去年11月透露将会退隐 不会再上阵来届大选 即将在下个月举行的公正党党选 战情升恩 霹雳宣传主任默默阿拉法 为了证明拉斐兹 终于公正党而透露 一名亲近前首相马迪的乌统前部长 曾经向拉斐兹献议 一同组建新的政党 可是遭到了后者拒绝 阿拉法向当今大马表示 一名前部长的两名代表 今年年初曾经在 invoke办公室和拉斐兹会面 他们传达了这名前部长 有意协助拉斐兹成立新政党 或接管现有政党的讯息 无论如何 拉斐兹拒绝了他们的宪议 并表达要继续留在公正党内的心愿 阿拉法最近在昆仑喇叭 展开党选竞选活动时 曾经透露拉斐兹 曾拒绝过乌统领袖的宪议 证明他对公正党忠贞不二 阿拉法最近接受当今大马 询论时进一步透露 这名曾经担任部长的乌统领袖 和马哈迪的关系密切 拉斐兹在此次公正党党选 竞选熟离主席一职 他的主要对手是塞夫丁纳苏丁 拉斐兹在2018年党选中 同样进逐熟离主席职位 但是最终不敌 而后跳槽到团结党的阿兹敏阿里 焦点转到单亲妈妈罗秀凤身上 玻璃市伊斯兰宗教 以及马来风俗理事会Maiips 申请介入罗秀凤离婚诉讼一案 以便能够更改他三个孩子的监护令 吉隆坡高庭今天审理此案 罗秀凤的代表律师说 该理事会已经预约了州属的权限 不过理事会的代表律师则是主张 他们拥有跨州管理权 尤其这个案件是关乎罗秀凤的三个孩子 单方面改教的权利 罗秀凤的代表律师说 该理事会已经预约了州属权限 不过理事会的代表律师主张 他拥有跨州管辖权 尤其案件关乎到罗秀凤三个孩子 单方面改教的权利 罗秀凤代表律师斯里穆鲁干 在庭上指出 玻璃市宗教州属法令 并没有赋予MIPS权利 来介入其他州属的事宜 而罗秀凤和前夫纳格斯瓦兰的 离婚案件属于民事诉讼 不是伊斯兰法庭的诉讼 斯里穆鲁干指出 MIPS申请介入所依据的判例法规 实际上只限直接和非穆斯林 离婚的相关人士 比如家庭成员可以申请介入 而不是局外人以及多管闲事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BCBody 不过MIPS的代表律师却认为 该机构拥有法定职责 他们不是要当多管闲事的人 他们的焦点是孩子的权益 法官则定6月15号来判决 是否允许MIPS介入罗秀凤的离婚诉讼 如果获准的话 MIPS下一步将会申请更改孩子的监护令 弗罗交易最近发生了13名学生 霸凌同学的案件 一名一党的领袖就建议 执行伊斯兰教的报应刑罚 让受害者在电视直播当中 攻击和报复加害者 这样才能够伸张正义 网上最近流传一支影片 显示弗罗交易一所学校的13名学生 用桌子攻击同学 警方已经逮捕这些霸凌同学的学生 也是一党主席哈迪阿旺女婿的 一党书邦区部主席查哈鲁丁表示 如果这些霸凌者最终罪成 将会被送往赶化院 和其他邪恶的少年相处 最后可能变成更恶劣的恶霸 相比之下 受害者则什么都得不到 查哈鲁丁建议 唯有通过报应刑罚 受害者才能获得应有的正义 也能阻止未来再发生校园霸凌事件 他认为这样未来十年都没有人敢在学校里面霸凌他人 否则查哈鲁丁则是建议霸凌者应该赔偿 如果没有能力 就应该由他们的父亲 此债复还 卫生部早前宣布 从5月1号开始 放宽国内的防疫措施 其中包括民众进出 建筑物不再强制扫描 Mais de Trat 不过却规定 商家必须检查进出客人的Mais de Trat 以禁止确诊冠病的病人入宁 一些商家对此表示不满 更说这项政策简直是匪夷所思 根据自由新日大马报道 麦丁超市创办人阿米尔·阿里表示 政府把检查确诊冠病病人健康状况的工作 转移到他们身上 是最匪夷所思的做法 阿米尔说 他的同业都在疑惑 到底他们要如何执行这项政策 另外中小型企业工会副会长陈其雄 则是担忧 有些冠病确诊者 不会在Mais de Trat 上面通报他们的病情 他觉得最新的防疫SOP 比之前更糟糕 因为在这之前 公众进出都必须扫描Mais de Trat 现在则是更麻烦 他们要出示程序中的健康报告 另外一名商会的领袖则表示 有的公众可能会指出 是经过篡改的Mais de Trat 截屏 以此作弊 星期三清晨在新加坡张仪监狱 遭到处决的孕毒死囚 纳根遗体今天在家乡 霹雳仪宝丹荣 红毛丹下葬 大约200人出席了他的葬礼 纳根的家人在中午12点15分 在家里替他送金 以及举办哀悼仪式 几名亲属痛哭流泪 气氛肃穆 他的住家四周都立起了各种横幅 包括我们爱你男孩 人权组织国际特事组织以及人民之声 都有派出代表出席葬礼 现年33岁的纳根 2010年时遭到新加坡法庭判决 运毒罪程得到死刑 当局指纳根运送42.72克的海洛因 纳根生前的智商为69 他行刑后 新加坡中央速读局发文告说 纳根虽然智商较低 但不是智障 明天就是周末紧接而来的是劳动节以及开斋节三年 三天的廉价 KinneyTV同仁也将会休息几天 那在这里我们预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是谭信号 我们下个星期再会